这支影片来教大家如何配置多伦四季来制作银镜 多伦四季是一种银氨的绰合物 它会与全反应形成银 在化学中常用来快速的检测化合物是否含有全类的关冷机 那我们来开始制作吧 这次要准备的实验材料有1.7克的硝酸银 6毫升的氨水 1.6克的氢氧化纳 1克的葡萄糖或是1毫升的甲醛 或是其他还有醛类的化合物 首先先准备一个烧杯 放入磁石并开启搅拌 接着倒入100毫升的蒸馏水 加入1.7克硝酸银 持续搅拌至完全溶解为止 接着加入6毫升的氨水 当氨水加入的瞬间会看到一个棕色的粉末出来 因为氨水与硝酸银做反应形成棕色的氧化银 接着氧化银又与过量的氨水进行反应形成银氨错离子 也就是我们的多伦斯基 所以棕色的粉末又会瞬间消失 接着加入1.6克的氢氧化纳 加速反应的完成度 搅拌至完全溶解之后 多伦斯基就完成了 接着我准备了两个样品品来进行测试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玻璃容器 将多伦斯基分别倒入瓶中 首先第一个加入1克的葡萄糖来进行测试 加入后转上瓶盖迅速地摇晃它 这里葡萄糖会与多伦斯基反应形成固体的银出来 摇晃一段时间之后可以看到瓶子已经有一些银的固体在上面 再持续摇晃一下就完成了 另一个选择加入1毫升的甲醛 一样锁上瓶盖快速地摇晃它 这次形成银的速度感觉没那么快 看瓶升只有一点点而已 摇晃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我中途有尝试加热来快速它的反应 结果只有一点点生成而已 可能是这个甲醛已经放太久了 品质已经不是很好了 反观来看葡萄糖做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银镜图层 接着把里面的液体给倒出来 可能看到用甲醛做的几乎没有银图层在玻璃上面 而葡萄糖做的倒掉之后 依然有漂亮的银镜在玻璃外面 不过里面就没有这么好看 但是太暗了就没办法拍出来给大家看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这次制作银镜还算是蛮成功的 以葡萄糖的例子来说的话 有兴趣的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玻璃器皿来制作看看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 多轮四季很容易坏掉 所以最好是现配现做 不要久放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支最新影片 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所制作的银镜 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地方 那我们下次见吧 拜拜